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的鮑勃 東京自由行剛開始的前幾天 很多人會利用行居的方式玩爆東京 發現每天都走了二、三十公里 但旅途快結束前,是不是已經有點筋疲力盡了呢? 這個時候如果來個慵懶的遊東京也不錯 我們這次的新企劃就是 慵懶的東京一日遊 那麼慵懶的定義如下 不用走太多路 不用太早起來 咖啡店很重要 慢慢用餐是王道 搭車盡可能不用轉車 不要人擠人的逛街 那我們這次也請到了東京走的橋的 慵懶耍廢王維恩 來替這次的慵懶一日遊評分 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但因為這次是本次企劃的第一集 我們就來個褒勃拿手區域 代官山道橫濱的一日遊 好啦,因為是第一集 所以開頭有點長 那我們就不廢話的趕快看下去吧 我們上午10點左右來到代官山 吃早餐太晚 吃中餐又太早 那就來吃個早午餐吧 這次挑的餐廳是麵包版名店的Messon一集 這家店總共有40幾種的麵包 使用被還倒置的小麥 所以吃起來鬆軟中又帶有點嚼勁 這家店的特色是可以直接在店內用餐 所以絕對可以讓你悠閒的吃早餐 吃完早餐喝完咖啡有點精神 可以在代官山車站附近稍微晃晃 可以到此他要T-Sight加溫進一下 或是在小巷子裡尋找適合自己的服飾店 這裡跟新宿以及澀谷截然不同 是一個鬧鬆取淨獨樹一格的商圈 天氣熱的話還可以試試看烏拉達的爆冰 悠閒的逛完代官山約下午2點左右 我們回到代官山車站 乘坐東極東橫線無站10分鐘 來到了甜點王國自由之丘 甜點我推薦塔貝樂庫這裡評價最高的甜點店 Pâtisserie Paris Seville 創業於1933年栗子蛋糕的始祖 東京自由之丘Montbran 超級可愛的彼得兔甜點店 可以俯瞰自由之丘街道 空間感十足的自由之丘Bake Shop 如果早午餐還沒吃飽想吃正餐的話 還有來自紐約的漢堡百名店Bear Burger 不要以為這裡只有甜點跟餐廳 自由之丘也有很多服飾店 以及雜貨店可以逛 最後我們來到了熊野神社 聽說這個神社也是當地的Power Spot 可以帶來好運喔 也到了接近晚餐的時間 我們行程的最後一站 離開東京前往最浪漫的橫濱 從自由之丘坐車到橫濱只需要25分鐘左右 而且不需要換車 我們首先先在馬車道下車 如果今天的心情是想悠閒的吃西餐的話 那我推薦KASA DI FUJI MORI的西班牙料理 氣氛浪漫且食物很好吃 如果想要換個心情吃個日本料理 那我推薦荒景屋的壽喜燒 吃完晚餐走10-15分鐘 可以到阿卡連卡倉庫消化一下 看海景吹海風 從阿卡連卡倉庫往名當場逼來站的 這一兩公里我也建議用走的 橫濱這個領海城市 給了一種別於東京的悠閒氣氛 走到車站之後有點時間的話 可以去Landmark Tower看個夜景 從這裡坐車回社谷只需要30分鐘 新宿35分鐘 持帶45分鐘 都不用轉車 以上就是這次慵懶游東京的第一題啦 好啦我有點住兵 因為我最後選了橫濱 這次的行程為了確保大家都不會走得太累 行程都不會離車站太遠 然後一個景點配餐 然後都不需要轉車 是一個很不麻煩的行程 好的 對於鮑勃這個行軍王來說呢 這樣的行程可能已經是相當慵懶了 所以呢在這個對比之下呢 我會給他3點5分 不過呢很明顯 他並搞不清楚這種慵懶人的生命的精華 就是呢10點都在關山 其實已經是燒錢太早了啦 好不好 而且呢 已經逛了一整天之後 還要驅車到橫濱 我覺得實在是有點累 不過呢 對於 真的專程要去東京觀光的人 想要走稍微慵懶一點的行程 其實真的是不錯 所以呢 對於一般的 民眾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行程值得4分的慵懶程度喔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我是包博 那下次見 掰掰 os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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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